尼泊尔地震灾难消息不断 其实一周前50位专家就曾聚集尼泊尔开会讨论防灾 但仍然发生不幸 回顾全球地震发生情况 专家表示8级以上超级地震 频率与强度越见增强 台湾要提早做好准备 乡村地标的达拉哈拉塔轰然倒塌 瑞士规模7.8强震 造成尼泊尔市区急于一位平地 未处喜马拉雅地震带的板块推积 1900年起就曾发生8起大地震 更是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原因 不过系数过去 从2004年印尼苏门达拉大地震以来 到2008汶川大地震 以及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国际间超级地震频发不断 引起专家重视 我们过去一年规模超过8的这种超级地震 过去一年是不到一次 现在一年都超过两次 频率比较多 它的规模也在变大 根据统计2004年12月 苏门达拉9级地震以来 全球共发生16次 规模8以上的超级地震 加上昨天发生接近8级的尼泊尔大地震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认为 全球地震进入了8.0超级地震的耗发期 未来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 一个六级地震我们要倒掉4000户的房子 我们很多的老旧社区防火箱太窄了 连这个消防车都开不进去 前任内政部长李鸿源曾经公开点名 台北市的市邻北投大同中山万华五区 属于土壤溢化危险地带 亦有强震发生 有近4000户的房子面临倒塌风险 学者更指出台北市有可能发生 大规模的土壤溢化 921地震的惨况因见不远 对于台北盆地来说 我们台北盆地因为它的地下水位 现在比较高 因此如果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然后地下水它瞬间被挤压 也会造成像上次921急急地震 那种发生大规模土壤溢化的情况 台湾深处菲律宾板块地震带 虽然国际间超级地震 未必都与台湾有直接关系 但事前做好预防准备总不会错 相关单位也应上请发条 重视诊件等都市更新问题 下电视胡宗瀚史维彤 台湾代表报道